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特使 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 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 应邀于6月5号至9号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罗德里格斯外长 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朋友 此次作为古巴国家主席 迪亚斯卡内尔特使访华 凸显了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 和中古特殊友好关系 在访问期间 罗德里格斯接受了总台记者的独家专访 他表示 中古关系正处于最佳时期 中古两国将迎接美好未来 古巴是西半球首个同心中国建交的国家 建交64年来 中古已成为彼此信赖的好朋友 志同道合的好同志 患难与共的好兄弟 一年多来 两国元首两次会晤 推动中古关系迈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2022年11月 在古巴国家主席访华期间 双方达成重要共识 一致同意携手共建中古命运共同体 罗德里格斯表示 建立中古命运共同体 反映了双边关系的良好势头和发展潜力 发展中古互利关系 为双方提供了机遇 我会继续支持 我们在谈计目中 在此访期间 罗德里格斯明确表示 愿将共建一带一路作为重中之重 推动双方务实合作 更好造福人民 目前 中股双方在多领域合作广泛 不久前 中股执行 股方宣布 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短期来骨免签 从经贸到人员往来 两国不断为相互合作 创造新机遇 是一档的关系和友谈 同样 共建的业务 在農民营业务实际上 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在用选择能力 在古巴成功举办 会议通过哈瓦那宣言 发出南南合作的共同呼声 今年 中拉论坛也将迎来成立十周年 卢德里格斯指出 古巴一直是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桥梁 古巴将同中方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议程 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主权独立 共同捍卫社会主义事业 委呈勒伦为研究串 La actualidad por sí solo podría enfrentar y resolver los graves y acuciantes problemas que afectan a la humanidad 只有 una comunidad, solo una visión colectiva podría hacerlo, y China es pionera de ese pensamiento.